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普巴目标赶上出战拿玻璃 据米兰体育报消息 保罗普巴希望能够在对阵拿玻璃时出战 保罗普巴本来期待参加卡塔尔世界杯 但他的伤情明显比预期严重 最终只能遗憾错过 不过经过诊断 他预计能在1月完全康复 最近几周 保罗普巴明显加大了训练量 从而让肌肉恢复最佳状态 他将在本周迎来假期 不过仍将会有一名祖云达斯队一陪同监督 保罗普巴将再度假期间继续康复训练 他不希望当个恢复进度 因此拒绝了法国足协的观赛邀请 祖云达斯将在12月6日重新集结 保罗普巴不会在一开始就加入合练 但预计会出战年底安排的热身赛 他希望能在下半城首战克雷莫娜时 重返大名单 并且在1月中旬对阵拿玻璃的焦点站出场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